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鱼很小 不给我带过的连嘴丢脸 哈喽 大家好 大家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电影《北架爱情故事》里的宋哥 然后也是《真正男子汉》里的刘浩浪 在复习文化课那两个月 我是在男子汉的 男子汉和唐人街他 两个剧组里来来回折腾 我现在那个 对 而且那个 两个床 就是这边床那边床 中间有个桌子 然后就在那复习 就是北京时间12点 就泰国11点的时候出成绩 那会我也特别紧张 我两个手一直在抖 154 今年六月刚刚高考完 进了什么学校 中央喜剧学院 中国最佳新人奖的是 刘浩然 唐人街坛 在我一个月我就19岁了 我也会从这个新人奖 开始一步一个脚印 不忘初心的 踏踏实实的走下去的 争取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谢谢 在你看来 什么样的一个男生 算是有担当的 把自己亲口说过的话 一件一件做到的 去用行动 去把之前自己 做的所有的承诺 都尽力做好 下面我们有请获得最佳 男主角提名 也是百花奖历史上 最年轻的提名获得者 刘浩然 刘浩然是我们最坚定的 刘浩然都不是去本里的余花 刘浩然就是书给余花 刘浩然很聪明的 有的时候 我和她的场景里的戏 她会自作 她真的很聪明 非常聪明 因为王浩然 她完全很棒 天然很棒 我愿意尝试不同的角色 我愿意去尝试 第一次演出你们期待的电影 第一次说是跑炸年 刘浩然我还挺喜欢 她这个戏 在年轻的最佳第一演员当中 是演戏剧次长的 我就是以后肯定玩 我浩然演太好了 我弄得即大一首 浩然是有千分这首 我曾灵 表达都很准 这个也特别重要 这个也特别重要 那我觉得演员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在未知中 在未知中 在未知中的一个职业 刘霍尔老师 如果在看《华人》 现场的时候 我觉得她非常喜欢人 她是一个在年轻人中 非常美丽和不群态人 我觉得浩然真的非常赞 而且她的拍子 非常赞 更重要的就是 在新一代的年轻演员当中 刘霍尔的形象很好 积极 阳光 健康 向上 这样一个优秀的年轻人 可以真正代表 目前电影积极向上 更重要 我们今天到13岁 为《华人》的精神的力量 分辨给这个电影 希望可以赶紧和分辨关系 自己可以演的角色越来越多 然后其实 你通过你的角色和电影 赋予大家的力量越来越强 其实演员也是一个 比较敏感的职业 每次在电影拍摄结束 然后在上映之前 我都会有一段 非常惶恐不安的一段时间 不知道大家 到底会不会喜欢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线上 还有现场所有的人 你们喜欢浩然的作品吗 喜欢 我觉得好作品 这个不是是 不光是我对粉丝的承诺 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承诺 对 我觉得 有你们真挺好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喜爱和支持 还是希望先给大家说 这个有你们在真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